我們現在插播一則最新的消息 就是美國前上校 美軍的前上校 他說有70名以色列的特種兵 以及美軍在夜門遭遇到伏擊 全監 全部被殲滅 這個是一次秘密行動 這個外交官 這個美軍前上校他講說 這是70名以色列特種部隊 還有美國人的僱傭兵 在夜門的一次秘密行動中喪生 你可以看到現在不知道 其實不知道到底是誰 把他們殲滅的 可是這可以凸顯在中東 的確確情勢相當的緊張 這是我們收到的最新的消息 請導播讓我們看下一張CG 這是哈馬斯就在兩邊 以色列跟哈馬斯要和平談判的前夕 哈馬斯動手了 我們可以看到特拉維夫 爆炸巨響 天空出現了火箭彈的軌跡 而哈馬斯他們也承認說 沒有錯這個火箭炮是我打的 我打了兩枚M90的火箭彈 那我們知道特拉維夫是以色列的第二大城 那這也是五月底以來 哈馬斯第一次對特拉維夫發動了襲擊 另外我們看到伊朗的動向 伊朗現在大家也都在猜也都在看到底 他會不會對以色列做報復的行動 那西方當然不斷的口出筆伐 要求伊朗不要這麼做 不要報復 不要這樣做這些事情 那以色列伊朗就說 你西方憑什麼 你缺乏政治邏輯 你憑什麼 我對自己的死敵進行報復 沒有需要別人的授權 拜登他現在只能講說 好啦 我們現在趕快停火 我們如果可以達成 加薩停火的協議 那你伊朗就不要報復了 你伊朗就不要攻擊了 這是他一個完美的想法 可是事情的進行沒有這麼順利 我們看到伊朗 現在看起來已經下了最後的通牒 他說如果以哈的談判 失敗的話我就會跟真主黨 聯手來攻擊你以色列 那另外我們看到中東的軍事 現在都還在懸在那兒 不知道到底會往哪兒走 必須說我們剛剛看到 在夜門的事件 如果是真的的話 有70名美軍跟以色列軍人 看起來他們應該是 受過專業訓練的 結果全被殲滅 是誰幹的 是伊朗嗎 是真主黨嗎 還是誰 還是夜門 不知道 所以的確滿可怕的 伊朗三日內兩度在做軍演 他們已經在整個帶彈了嗎 在提高自己的防衛能力了 防禦能力要對以色列進行報復的 可能的報復前夕的準備 而另外我們看到美國有動作 它的航母 它的核潛艦已經到中東了 那伊朗的海軍也說 我有能力發射導彈打到你家門口 你來了也沒用 那另外我們看到包括以色列 現在美國再批准對它的兩百億元的軍售 那當然美國長期以來是支持的以色列的 五角大廈已經重申協防的承諾 另外這個加薩的戰爭到底會進行到什麼時候 我們看到加薩走廊 無辜犧牲的百姓 現在人數已經超過四萬人了 還要打嗎 這個國際的信評機構叫惠裕 他已經將以色列的評級下調 因為他說他們評估 這些專家說 這個戰火會延續到2025年 而另外一個戰場 其實是更早發生的俄烏戰爭 現在我們看到烏軍已經攻入了俄國 那現在已經拿下了俄羅斯3000平方公里的領土 那俄羅斯是用刺核彈來做一個反擊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包括俄軍的戰報 有一架蘇凱34的轟炸機 在10號的凌晨 曾經用炸彈來攻擊庫爾斯克州的烏軍 因為烏軍某種程度把這一州給佔領下來了 那包括烏軍的這一支所謂閃電進攻的部隊 到底可以持續多久 我記得昨天我們有講過 怕他們沒有後援 那可能就要被截斷了 可是普京現在在做什麼 普京現在再度強制徵兵 非常有可能被迫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也把一些軍力 從烏克蘭本土調回俄羅斯本土 這個是來自於WSJ的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說 莫斯科已經從烏克蘭的戰場調回部分的兵力 要回防俄羅斯本土了 所以這場戰爭我們還要看下去 我先回答前置的問題 這場戰爭 烏克蘭來講的話 到今天應該結束了 已經結束了 為什麼我說他結束了 因為他攻擊的目標推進了30公里 你知道攻擊30公里之後 要做一件什麼工作的 就是後勤基地要往前面推 就像是你 每個兵身上所帶的彈藥來講 你每天這個要送便當對不對 人要吃便當 要送這個彈藥 要送戰車要加油 你這個基地要往前面推 那個都是很頓重性的 這個距離基地來講的話 我們以軍事來講 通常距離第一線 大概就30到50公里 為什麼要30到50公里 我第一天我可以補給 持續補給 我太近的話 我就會變什麼 被敵人的炮火攻擊到 所以這後勤基地要擺在那個位置 就是說我往前面我可以運輸 那通常合理來講的距離 因為火炮射程大概30公里 所以30公里對我們軍事來講的話 30到50是後勤的基地位置 那你現在已經往前面打到30公里 後續來講你就基地要推進 你基地如果沒有辦法推進來講的話 你就攻擊無效了 你除非我就佔領這塊地方 我就不動了對不對 可是現在來講 如果會看地圖來講的話 你就應該知道 烏軍現在有多慘 他現在所佔領的位置 是在一個第一地 一個河谷 然後俄軍來講 他反攻的兵力 他總共動用了三個師 兩個旅 所以說我們從俄軍的反應裡面 也可以看出來 烏軍這次攻勢的部隊不少 不然他會動到正規軍 用到三個師 兩個旅 抽掉這麼多的部隊來反擊 那俄軍現在所佔的位置 是在哪裡 是在高地 烏克蘭的部隊現在變成仰攻 如果他後勤攻擊無力來講的話 那又是一個仰攻的一個狀態 在戰場形勢 不管是地形或者是後勤補給 如果說沒有能力繼續往前面攻 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場戰爭就 大概這攻勢就到這邊 但是重點不是說 我們軍事作戰 不是以一城一地的得失來做這個 一城一地可以 你可以當作政治宣傳 澤蘭時期是說 你看我可以讓俄羅斯本土 我可以攻勞他本土 我讓他感受到戰爭的 問題是說你烏東地區 你現在在大敗 我們不要忘了烏東地區 不管是紅軍軍或者是紐約陣 這幾個重要的節點 現在俄羅斯在那邊 是大踏步的前進 如果說是大踏步前進 快要到你基輔 或者是哈爾科夫來講的話 我覺得烏克蘭來講的話 可能要面臨一個抉擇 就是說你這個談判 要不要開始舉行了 可能拖到 你會不會拖到11月 美國選舉之後 我覺得這都很難 是 他其實應該先 收復師徒才對吧 收復也收復不了 收復不了 對 這個東西來講 剛開始會滿嚇人的 可是你現在來講 我們賴教授應該 當過軍人也知道 其實軍人看的是打後勤 你後勤可不可以志願得上 好 我們先進下廣告 好 中東的問題 我們來請教賴老師 您剛剛提到的快報 這個確實對於美軍來講 對以色列 他們是一個重大的一個挫敗 因為目前紅海這個地區 美國還有英國 以色列的輪船 貨輪 還是遭到夜門的有效的攻擊 軍艦還可以防禦 但是一般我們所看到的貨櫃輪 常常被擊中 雖然他還能走 但是那些貨櫃輪他的損失 他就必須要進港維修 所以我們看到大部分的 歐洲的這些貨運公司 他們已經大部分 都不走紅海這條線 他們走了一帶一路的這條線 所以目前一帶一路 中歐半列真的是爆滿 這個真的是一位難求 或所謂一位就是一個貨櫃難求 這個主要的就是因為美國 他很難去保護航運的安全 所以他必須要派特遣部隊進去 把這個重要的這些機構所設施 例如說夜門為什麼能夠 那麼精準的打到這些船隻 那就代表他的雷達系統 各方面的導彈的發射系統 是相當的先進的 相當的精準 這個一定要去把它摧毀 可是很明顯的 事蹟敗落了 反而被全奸 全奸這是一個悲劇 因為這其實多個人來講 也是一個重大的一個損失 我想這個對美國來講 以色列都是一個重大的挫敗 哈馬斯在渡的攻擊 就證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說 內塔尼亞胡你錯了 你沒辦法殺光哈馬斯 這個反而是證明了 這個以色列的國防部部長 因為他們兩個一直在吵架 以色列國防部長認為說 你沒有辦法完全歼滅哈馬斯 現在哈馬斯在渡的攻擊 就證明說他仍然 非但沒有被消滅 他還有能力反擊 而且他還有導彈 還有火箭彈可以進行反擊 這個對於內塔尼亞胡來講 也是一個挫敗 尤其是他控制了 加沙地區的北部這麼久 竟然加沙地區北部的哈馬斯 還在 而且還有能力 對於以色列的首都進行攻擊 這個對於內塔尼亞胡來說 真的不是一件好事 伊朗的問題是這樣子 目前拜登放出一個強大的訊號 其實這是給以色列施加壓力 就是說停火的協議 以色列要同意 同意的話 目前來講 伊朗的採用的方法 就是說如果一旦停火能達成 伊朗還是會反擊 但是伊朗的反擊的模式 就會比照 這個殺蘇萊曼尼的那個模式 那也就是說我雷聲大 但是雨點小 面子做足了 不造成傷害 大家就翻篇了 可是如果以色列不同意的話 這個戰爭可能就打起來了 所以我個人覺得 對於美國跟歐洲來講 他們當然希望以色列能妥協 可是我懷疑內塔尼亞 不會妥協的 好 我們進一下廣告 好 我們看到伊朗 大家都在問何時要動手 中東戰火馬上就要爆發了嗎 伊朗當然有點就是 恐嚇美軍的意味說 可以打到人家門口 可是實際上美軍很清楚 伊朗並沒有這個實力 伊朗大概唯一所示的 就是它那個 傳說中射程1000公里的巡弋飛彈 那到底實際射程怎麼樣 跟它的逆蹤能力如何 其實沒有人知道 因為它沒有實戰過 所以不曉得 那當然就是先恫嚇一下 看看美國會不會接受 但是我認為伊朗 不發動這個攻擊則宜 一發動的話 它絕對不會是單獨 一定是全面性 一定從各個 在你以色列想不到的地方 因為你知道伊朗 離以色列有一段距離 可是真主黨 哈馬斯 根本就在以色列旁邊 甚至有的就在你國家裡頭 我就直接發動這些攻擊 讓你根本沒有辦法防 所以現在大概以色列 也是滿頭痛 不知道到底要守哪一邊 可是在俄烏這邊 我昨天看到一個笑話 昨天在PD上有人盛傳說 有一個部落格博主說 他們最新消息 烏軍已經打到距離莫斯克 只有280公里了 你有看到嗎 然後很多人就跟著嗨 因為大概很多人跟王毅川一樣 那個1.4公尺跟14公尺分不清楚 所以他們那個單位換算 大概有點問題 但是我必須說烏軍這一次 他們其實反而是讓自己陷入大麻煩 因為這一次陷入都是軍銳 他把他僅存的裝甲部隊跟軍銳部隊 全部投入這場戰爭 你如果撤不出來 你就全部完蛋了 所以你們注意到 責任司令最近這幾天一直幹嘛 說俄羅斯我們可以談判了 我們可以開始和平談判了 但是 古丁不可能在這個時候跟你談嘛 所以我覺得 這一場仗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